设计概念 通过旋转轴线打破圆区域水平轴线的拥堵 连续景观空间将人流沿合影向区域自然旅游目的地 轴线延展出网格串联各地块完善空间脉络 通过将行车、参观、购物进行分流设计 组成了高效安全的立体空间系统 层次分明的交通网格连接地块内部 以及跨地块间的公共空间节点 多轴线多核心适应国际多元化片区需求 本区域将成为聚集商业文旅特色 具有创新人文气质的绿色活力的占成一体城区 到达与出发 项目区域与芯片区中心以及主城间交通便利 拥有多种公共交通方式 游客可以通过地下铁、水、路、空多种交通方式 到达片区中心 贯彻低碳城市的理念 位于TOD空中廊岛中心是城市前台 是八方旅客来访的第一站 游客可以在这里接受一站式入住办理 行李寄存、购买联票、交通接驳 信息咨询、休息娱乐等服务 并以这里为出发点、前往旅游、免税购物、 城市观光、享受美食和酒店入住等目的地 基于日均访问量的研究 方案设计了多层步行和非机动车交通系统 有效地分散了人流 并使得每个板块都有极佳的可达性 不同高度的交通体系采用不同的扭转角度 在交汇处巧妙地通过各具特色的公共场所 形成立体交通空间 使得各层在各自独立的同时又紧密相连 高架景观步行桥系统连接了TOD核心区与其警铃的区块 创造了高效的通过性 巧妙地将人们引入各功能内部 增加商业吸引力 同时将绿色景观紧密融入步行体验中 与原路网倾斜相交的交通轴线 使得空间极具活力 呈三角布置的城市广场 乐活广场与文化广场 是地面轴线的主要节点 极具探索的街巷体系 进一步增加了商业价值 方案在不同区域设置多处下沉广场 与地下夹层的商业空间相连 6万平米商业街 在临港大道左右两侧形成两个环路 并与地铁出站厅紧密相连 同时在临港大道西侧 将机动车引入地下一层环路 释放了16路 宁飞路和夏立路的地上空间 形成慢行区 塑造了高品质的整体步行购物游览体验 在临港大道东侧 为公共交通系统设置了地下快速通道 计程车 网约车迷你巴士 可以在此快速上下课 私家车也能便捷地到达 驻车换乘停车场 转乘公交系统 地铁与TOD核心区域 设计区域将被打造成5A级景区 核心TOD区是未来站成一体高效复合的交通枢纽 地标性的形态将时刻彰显新区的魅力与活力 位于中心的数项交通将核心区不同的高度的不同功能 串联成一个完整和连续的服务空间序列 通过地铁到达本站后 可以便捷得到任意目的地 并可直达活力连桥的城市前台 地上建筑主要由办公三塔楼 商业群房和文化中心组成 横跨临港大道上空的活力连桥将两侧连接到一起 通过立面上的虚实结合 斜线主题的反复运用 使得TOD中心建筑群独具未来感 位于连桥中心的城市前台 与陵港绿狼相连 绿狼沿陵港大道展开 是游客体验芯片区的第一打卡站 活力连桥上设有景观公园 人们可以自由地游走于室内外 穿梭于不同高度 这里将成为最受居民和游客欢迎的空中花园 功能与商业定位 临港芯片区代表着中国乃至世界最先进的开发水平 未来的常住人口具有年轻化 国际化 高学历和流动性的特征 本次设计区块聚焦于文旅服务协同 商业娱乐串联 一居一夜产成一体 是临港芯片区国际多元化功能的重要板块 项目目标人群主要为本地居民 临港产业上班族 商贸人员和游客 创造低碳、健康、休闲、创新等活力元素 是提升吸引力的关键 方案对于适合本区域的步行距离 进行了深入研究优化 设计了两公里的环游动线 讲街、圆、展、河及五个不同的场景串联 它们具有不同的密度、液态、形态和氛围 临港大道是芯片区的主干道之一 两侧高楼灵力形成完整的沿街面 建筑和立面均采用干净利落的线条 展示片区国际化高雅形象 通向街区内部的街道 均设计了不同主题的开放空间 将人们从主街引入各区域进行探索 西侧的城市公园 有冰雪之心、五星级酒店、文旅商城、 临港国际商城和河畔商业小镇为和 使得商业界面最大化 不同商业类型采取不同尺度 高质量且多元素的城市公园 将是本区域休闲聚会运动游乐的人气场所 商业界面的价值及此得以大幅提升 东北侧是商铸混合用地 因此设置了为生活服务的现代市集 大型超市以及餐饮设施 市集设置于半室外空间 其中排放着琳琅满目的大小摊位 是对传统空间的现代演绎 在TOD核心区的右侧是文化中心 其相邻的文化广场 顶部的屋顶花园都是面向公共的文化展场 沿着秋连河是一片商业小镇 引入了上海传统的街巷空间 青人的尺度提供悠然自得的购物体验 小尺度同时有利于塑造冰水空间 使得景观与商业融为有机整体 并相互促进 具有鲜明特色的临港大道 占成一体化开发区 将成为象征城市精神的门户 以及充满活力的魅力示范区 引领世界城区发展潮流 打造一流滨海城市形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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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